Hello,今次《車禮去玩》和EXO合作 推介一條很豐富的港島打卡路線給大家 當中有今期最熱的MegaHeat拍攝場地 在MegaHeat MV 裡面看到的地方 我們都可以在這個遊站裡面找到 還會跟大家去博富林一個秘境 不僅可以打卡,還可以朝聖大叔的外拍攝場地 還會去尺處更多劇裡面的經典場景 事不宜遲,今次的路線 就會由博富林沙灣景開始 沙灣景這裡有幾個打卡的地方 我們可以沿著海旁走到最入 看到我們今次的第一個打卡點 就是一個牽牛花的牆 沿路走出來就會遇到第二個打卡景點 就是各海邊的千秋位置 然後再走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第三個打卡位 這個位置就是大叔的外面一個經典場景 然後我們再往右邊走的時候 就會來到沙灣泳鵬 如果大家拍完相片日日有點肚餓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第二站尺處 難得平日來到尺處 我今次就選了未來樓的一間餐廳 我喜歡它裡面的裝修很漂亮 而尺處還可以看著海景很輕鬆地吃飯 我就試了他們的山蠔 燒春雞腸湯粉 還有牛油果和蝦包 味道都不錯 而尺處著名的黃屋餐廳 雖然已經結了熱 不過大家都可以在門口拍照 離開尺處之前 我們還有一件事要做 就是入油 尺處最近的油站就是這個XO油站 其實我上次在尺處拍片的時候 剛好車子要補充計油 我也是在這個油站裡面進 如果大家來尺處想入油或入計油的話 都可以來這個XO油站 最後一站我們可以經大潭路開車 去杏花村XO油站 離遠見到這個油站已經開始想唱歌了 因為它就是最近 Anson Lo MegaHitMV裡面的隨景場地 我們可以在這個油站裡面 找到所有MV出現過的場景 來到油站當然要逼前夫去入油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握時間 在附近拍照 但入油很快就入完了 那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再叫前夫去洗車 一開始我也以為可以坐在車裡面 觀賞整個洗車環境 但原來現實是我們需要離開車 在附近看著這個洗車的過程 電腦洗車有幾種不同的價錢 如果大家剛剛有入油的話 洗車方面會有不同的優惠 在等候洗車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握時間去油站的便利店裡面拍照 我覺得便利店裡面的擺設 所以就跟MV裡面的擺設是最相似的 那天跟油站的職員聊天 就發現他們非常親切 都很歡迎大家來這裡打卡拍照 不過他們就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 在便利店裡面打卡絕對沒有問題 但在便利店以外的範圍就要小心 因為都有其他汽車經過 我都在便利店裡面買了一些粉紅色的東西 來紀念自己到此一遊 入黑之後的XO油站 就更加像MV裡面的樣子 大家記得快點來這裡朝聖吧 接下來我就會說駕駛路線 第一站先去沙灣徑 我們可以在Google Map輸入大口環 甘德功著夫人兒童醫院 先沿著薄負臨道洗入 然後轉左進入維多利道 沿著維多利道一路走 再前行在數碼港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位置便要轉右 進入沙灣徑 一路向前走盡頭 就是兒童醫院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位置轉左 轉左之後我們會看到 這裡有些位置可以拍車 如果最近的停車場 就是兒童醫院裡面的訪客停車場 第一個小時20元 下車走大概兩分鐘 就是今天介紹的沙灣景海婆 之後我們就會去赤柱灘道的咪錶位 沿著薄負臨道一路走 就應該慢慢靠左 因為會看到有左邊出口 就去灣仔及赤柱 但當時我們就走右邊 就去了香港仔隧道 所以我們繞了一個圈 最後去到這個咪錶位 然後在赤柱去瀚花村的話 就一定會走大潭路 沿路風景很漂亮 大家記得拿電話出來拍照 沿著大潭路右轉就會進入柴灣道 來到這個迴旋處的時候 留意我們要先走中線 因為我們要從迴旋處的第二個出口離開 沿路上我們會看到有很多路牌 開始寫著瀚花村 我們就跟著路牌一路走 去到這個燈位的時候轉左 再在這裡我們看到路牌寫著瀚花村 轉左之後立即轉右 一路直去 看到這個燈位的時候 我們要轉左 接著拿右線 走最右 這個時候已經看到右邊 出現了XO油站 多謝XO這次跟我們合作推介 這條港島打卡路線給大家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